五关于出售事业54 on Selling One's Business 大部分企业老板将一生中的多数时光花在建构事业上 借由不断地累积经验 他们在行销、采购和用人等方面 技术日益娴熟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某年所犯的错误往往对此后多年的能力和成就有贡献 相反 自己经营企业的事业主只会出售他们的事业一次 而且往往是在情绪激动 承受多方压力的情况下决定出售 压力通常主要来自经济商 他们的佣金收入有来促成交易 交易对买卖双方的影响与他们无关 出售决定对事业主具重大的财务和个人意义 但这反而可能令事业主更容易犯错 而这种一辈子才一次的事 一旦犯了错可是难以挽回的 价格非常重要 但通常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阁下与家人拥有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企业 在业内独一无二 任何一名买家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而且这家公司未来只会越来越有价值 因此如果你决定赞不出售 将来很可能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了解这一点后 你大可从容以对 审慎挑选心目中的理想买家 所以如果您有点的处理 我想拨取一点 也有决定的企业 且对的要等价美是优势 位于其他地区的同业或生意类似的公司 这种买家不管给你什么承诺 通常都拥有自认知道你的生意 该如何经营的经理人 他们迟早会想给你一些很具体的协助 如果买家的规模比你的公司大得多 他们通常会有一个经理人团队 这些经理人是买家多年来陆续招揽的 他们加盟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雇主成 若他们未来将有机会掌管收购回来的事业 他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 而尽管你的经营绩效 无疑远比他们好 但因人性使然 总有一天他们会认为 自己的经营方式更胜一筹 你或你家人很可能认识一些 已将生意卖给大公司的朋友 我想他们的经验将证实母公司 有接管子公司业务的倾向 尤其是如果母公司了 接子公司所在的产业 或自以为了解的话 财务操盘手 这种买家总是靠大量借贷 筹措收购所需的资金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将公司卖给公众 或另一家公司 这种买家的主要贡献 通常是改变坏计方式 使得公司的业绩 在他们获利了结前 显得最靓丽 近年来 这种交易比以往常见得多 一来是因为股市持续上涨 二来是愿意为此类交易融资的资金 源源不绝 如果现任事业主 唯一的目的是套现脱身 不再理会自己的生意 许多卖家属这一类 那么我所讲的两种买家 都是可接受的 但如果卖家的企业 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结晶 已成为他人格与生命关键的一部分 则这两种买家均有严重缺陷 波克夏是另一种买家 非常特别的一种 我们购买企业是打算长期持有 但在母公司 我们没有 也不预期会有能经营 所收购事业的经理人 我们拥有的每一家公司 经理人自主经营的程度 均高得异乎寻常 我们拥有一些重要的子公司已很多年 但他们的经理人大部分 连奥马哈 一住 波克夏总部所在地 都不曾 来过 彼此之间 甚至不曾会面 我们买下一家公司后 卖家一如既往地经营该公司 我们会配合他们的做事方式 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不曾承诺任何人 包括家人或新招聘的期管硕士 未来波克夏收购身兼经理人的事业组织公司时 将让他们有机会管理这些企业 未来我们也不会做这种承诺 你对我们的收购事迹多少知道一些 我在此附上一个完整的名单 他们是曾经将公司卖给我们的人士 我邀请你向他们求证我们是否言出必行 当中有少数几家公司表现不佳 我想你应该特别想知道 我们面对逆境时是怎么做的 每一个买家都会告诉你 他实在需要你个人的帮助 而事实上如果他头脑正常的话 他的确需要你的帮助 但出于上述原因 许多买家不会遵守他们的承诺 我们则绝对说到做到 一来是因为我们冲承诺 二来是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 才能取得最佳绩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 阁下家族参与经营管理的成员 在贵公司保持20%的股权 出于节税的考量 我们必须有80%的股权 这样才能在计算税付时合并盈余 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 阁下家族参与经营的成员 留任公司股东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现任管理层的关键成员 不留下来 当我们的伙儿 办 我们是不想收购这家公司的 签订合约 无法确保各位持续关心公司业务 但君子一言 我们愿意相信各位的口头承诺 我会参与的事物 是资本配置和最高经理人的 领选与薪酬 其他的人事决定和经营策略之类 则是执行长的职权范围 播客下的经理人 有些会跟我商讨他们的某些决定 有些则不会 这似乎他们的个性 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 他们我的个人关系 如果你决定将公司卖给播客下 我们会付现金 我们不会拿你的公司当播客下 任何一笔贷款的单薄品 我们的交易也不会有经纪商介入 此外 我们保证绝对不会出现 签约后买方退缩 或要求调整交易条件的事 发生这种事实 买方当然会表示歉意 但同时也会提出解释 将责任推给银行 律师或董事会 最后 你完全能确定 自己是在跟谁交易 你不会碰到跟某位经理人谈并购 数年后换另一位经理人跟你交涉的情况 你也不必担心母公司总裁很抱歉地告诉你 他的董事会要求你 改东改西 或因为母公司有新的计划需要融资 必须卖掉你的公司 为了公平起见 我必须告诉你 你卖掉公司之后 不会变得比较富有 你拥有的事业已令你既富有 又处于明智投资的状态 出售股权 只是改变你持有财产的形式 不会改变其数额 如果你出售公司的话 你会将一项你百般值100 持有非常了解的珍贵资产 换成另一项珍贵资产 现金 你很可能会将这些现金 投资在其他公司上 取得小额股权 而你对这些公司的了解 当然不如你对自己事业的了解 出售公司往往有某个合理的理由 但如果交易是公平的 理由不会是出售后 卖家将变得比较富有 我不会骚扰你 如果你有意出售事业 请打电话给我 我会感谢你的来电 博客下如果能跟阁下家族的关键成员 共同拥有你的事业 我会觉得非常荣幸 我相信我们将享有非常好的财务绩效 而我也相信 未来20年 你经营事业的乐趣 将丝毫不逊于过去20年 真诚的华伦巴菲特 我们把握的并购机会 通常是曾出售事业 被我们的经理人所介绍的 在其他公司 管理层可能会投入大量时间 与投资银行业者一起寻觅并购机会 他们会遵循一种制式化的拍卖程序 在此过程中 投资银行业者会编出一本书 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超人漫画 在华尔街版超人里 一家温良恭敬的公司 走出投资银行业者的电话厅后 一跃就能超越所有竞争对手 盈于成长速度 比加速中的子弹还快 看过这本书所形容的 超人能耐后 渴望收购企业的执行长 莫不易如外表冷酷的 露易斯莲恩 义助超人的女友 马上心醉神迷起来 在这种书里 特别富于乐性的是 公司未来多年的盈余 可以精确预测出来 但是如果你问预测这些数字的 投资银行业者 他自己的公司下个月将赚多少钱 他马上就会谨慎起来 跟你说 业务与市场状况变幻莫测 他实在无法预测 在此 忍不住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1985年 某家大型投资银行接受委托 帮史考特费泽公司寻找买家 该行广泛接触潜在买家 但没人愿意投资 得知此事后 我写信给史考特费泽执行长 拉夫谢一 表示有兴趣买下该公司 我从未见过拉夫 但不用一个星期 我们就达成了协议 遗憾的是 按照史考特费泽跟 投资银行签订的委托书 即使最终买家 不是这家投行找来的 史考特费泽 仍得支付该行 250万美元 我想那位负责此事的 投资银行业者 认为自己收了钱 好歹得做些事 于是他很好心地送我们一本 他的公司为史考特费泽编传的书 对此查理展现了他惯常的幽默 我愿意付250万美元也不要看这种东西 在波克下 我们精心设计的并购策略 很简单 就是等待电话响起 我们有时真的能等到好消息 通常是因为先前将公司 卖给我们的某位经理人 建议他的朋友也这么做 真叫人欣慰 对此